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阿雄 俄乌战争进入第878天 先来看看战场上的情况 过去24小时 俄军继续用较大的人员伤亡和装备损失 换取实地控制 W热前线 位置录像显示 俄罗斯军队突破了乌克兰在大兴西尔卡方向的阵地 占领了乌罗扎内村 乌军已撤到了郊区 乌罗扎内是乌克兰军队在2023年的反攻中 解放的几个定居点之一 过去一段时间 俄罗斯军队设法控制了 刘京、大兴、西尔卡和乌罗扎内之间的 莫克里亚利河的西岸 并从那里发动了一系列的突袭 与南部进攻的部队一起向村子中心和北部推进 并逐步地完成了对整个村子 此外 俄罗斯军队现在很可能还控制了 该村北郊的两个椭圆形蚝钩系统 拖列此刻前线上个星期 俄罗斯人挖了一条隧道 从俄军控制的诺沃塞利夫卡通到了乌克兰在纽约村高地的防御公室 并利用这个地道将突击队直接送到了乌军阵地之中 并趁这个突然行动引起的混乱建立了一个据点 继续将更多的部队送到那里 这对乌军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乌军指挥部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迅速地派遣第95空降旅增援纽约村守军 以帮助稳定局势 由于俄罗斯人挖的隧道比较小 相对于一个单行线 只够一个士兵和他的装备通过 这意味着他们在到达战场时 只有最低限度的补给和弹药 因此在稳定下来的乌军手底下吃了大溃炎 隧道的狭窄使伤亡人员无法撤离 导致许多俄罗斯士兵的袭击成为单程旅行 这增加了俄罗斯在纽约的伤亡总数 目前俄罗斯在此方向的确切损失还不清楚 但军事分析人士证实 俄罗斯第132旅伤亡惨重 两个团几乎被完全摧毁 经验丰富的兽医旅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这意味着在仅仅两周的激烈战斗之后 俄军可能已有2000至4000人伤亡 哈尔科夫前线战争研究所称 乌军在最近的战斗中夺回了有限的阵地 但没有介绍具体的进展 有乌克兰博主表示 乌军在反击中已经跨过大桥 推进到沃夫恰河北岸 医院区的俄军现在处于半包围的状态 但我还没有看到视觉上的证据 巴姆特前线查索夫亚尔方向 过去24小时没有战线上的电话 一队被称为埃斯帕诺拉突击队的俄罗斯士兵 急着摩托车突袭查索威尔的侧应 结果遭到乌克兰重炮的猛烈轰击 死伤殆尽 干掉他们的正式从脱利茨克前线换防过来的 乌军第24机械化独立旅的炮兵 俄罗斯方向据俄媒报道 库尔斯克地区苏德扎的一座电视塔 遭到无人计的袭击 同样在苏德扎一座变电站 也遭到了无人计的袭击 还有别尔格勒德 再来看看其他的消息 乌克兰第47 独立机械化旅的该旅的军事长 将沙克瓦尔特种营的士兵受予了袖章 该特种营由前囚犯组成 他们自愿保卫国家 每个成员都是通过彻底的征兵过程 精心挑选出来的 俄罗斯发布视频 展示俄军航空兵向乌克兰发射最大的炸弹 AB3000 这种高爆航空炸弹 重超过三吨 弹头高达1400公斤 其爆炸半径为46米 碎片散布可达260米 给乌军制造了巨大的麻烦 这就是为什么乌克兰强烈要求美国 允许美军用美国的远程武器 打击俄罗斯本土军用机场的原因了 可惜在刚刚过去的北约峰会上 他们得到了否定的回答 不过 总统办公室副主任伊格尔·卓夫卡 昨天表示 他预计乌克兰将在某个时候 与美国达成协议 用美国提供的武器 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的目标 游行者在巴黎街头 穿着一有488个乌克兰运动员名字的T恤 抗议俄罗斯和白洛斯运动员 被允许以中立身份参加奥运会 这些488位运动员在俄罗斯侵略中丧生 失去了他们的奥运梦 德媒称德国正在悄悄的增加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 这已经体现在了6月底和7月初 交付给乌克兰的包括坦克 海马斯火箭发射器在内的巨额的军事援助中 荷兰一家建筑设备供应商 因违反了国际制裁 协助俄罗斯建造克里米亚大桥 而被罚款近180万欧元 2015到2016年 该公司出售设备 并派遣专家协助大桥建设 作为庭外和解的一部分 该设备供应商同意支付罚款 并返还160万欧元的利润 布囊沃夫表示 克里米亚现在对俄罗斯人来说 是一个令人不安的领土 他又表示 我们所做的一切 除了对后勤和铁路的例行破坏之外 也是对克里米亚的去神圣化 这座桥必须被摧毁 2024年6月 乌克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1% 整个上半年增长了4.1% 尽管俄罗斯的轰炸导致经常的停电 但在全民的努力之下 乌克兰经济仍展现出了复苏的迹象 体现了这个国家强大的韧性 这样的国家是不可能被征服的 最后 我想以泽连斯基1月10日 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所说的一段话 作为今天战报的结局 乌克兰人求生的意志 比俄罗斯人杀害乌克兰人的意志更强烈 这个世界会有没有普京那一天 没有战争的那一天 但不会有没有乌克兰的那一天 这两天国际社会大事不断 有一件大事却被北约峰会 川普遇刺给遮挡过去了 所以很多媒体都忽略了这一新闻的事件 更显有媒体进行剖析解读 大雄在节目最后给大家解读一下 在当今国际社会 印度总理莫迪 所谓是八面玲珑的政治人物 无论乌克兰还是俄罗斯 可以说是两面通吃 却不遭人厌烦 不能不说是高人的 但是这次他去俄罗斯见普帝 却着实是一败比 因为这时北约峰会在华盛顿召开 普帝正处于孤独寂寞之时 也是被西方世界孤立之时 这时印度总理莫迪访俄 无疑为普帝争得了一些面子 可以说这是一次为普帝打分 为莫迪减分的出访 莫迪访问俄罗斯 对于西方来说 这一次对侵略者的随敬 是不道义的 也是不仗义的 所以西方世界对此感到非常的愤怒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8日和9日连续两天猛批莫迪 称其 称对奇莫斯科之情极为的失望 这是对乌克兰和平努力的毁灭性打击 莫迪也有推特 我想他不会看到的 泽连斯基是战时总统 不喜欢玩弯弯绕 还是喜欢直来直去的 大家也对此见怪不怪的 毕竟乌克兰战场上是每天死人的 每天看到妇女儿童死去 让他的心无比的焦躁 所以在华盛顿 当泽连斯基回答记者提问时 公开说 当我看到俄罗斯轰炸儿童时 我都想要亲手的 同死普京 所以说 莫迪看到泽连斯基的话 我想他也会理解的 所以普丁来说 邀请莫迪访问俄罗斯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是解除朋友少的尴尬 你北约峰会不是在美国召开吗 好 咱也不缺朋友啊 于是邀请莫迪访俄 证明给世人看 我们不只有中国这样的大国一家做朋友 我们还有印度这样的大国是朋友 另一方面 也是想将莫迪牢牢的绑在他普丁的战车上 要想让莫迪绑在俄罗斯的战车上 就要搞点事出来 好证明是一会儿的 于是在莫迪总理在访问俄罗斯史 俄军策划攻击了乌克兰国际儿童医院 造成不少小孩提升了 我们过去有一句口头语啊 要想成为真朋友 那就要一起吃过糠 一起渡过江 一起嫖过昌 这意思是说 只有一起做过某事 才能证明都染指过此事 大家要黑一起黑 要白一起白 这就像被河淹的人 在生命垂危之际啊 总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 普丁此时就像被战争的河流 给淹的人一样啊 他此时就想抓住莫迪 在一个船上 要说莫迪啊 被人称为老幽 这可不是白叫的呀 莫迪已经感觉到 被普丁给耍了 并且西方各国 被他耿耿于怀 心想莫迪啊 我们带你也不薄啊 你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 怎么会在这样的时候 站在普丁的甲板上呢 莫迪看透了这一步棋 他该怎么办呢 莫迪此时集中生智啊 于是在记者采访他 跟普丁的时候 他公开表态 北俄军攻炸基辅儿童医院 进行了批评 看好了啊 莫迪是当着普丁的面 批评普丁啊 这在全世界的领导人里啊 恐怕是绝无极有的 是具有智慧和胆量的 正在莫斯科访问的莫迪 当着普丁的面 告诉普丁 他对前一天袭击 基辅最大的儿童医院 感到痛苦和恐怖 这次袭击造成两儿童死亡 莫迪表示 战争不可能解决问题 他呼吁通过对话 实现乌克兰的和平 他说 无论是战争冲突 还是恐怖袭击 任何有人性的人 在看到生命的逝去时 都会感到痛苦 但即使在那种情况下 当无辜的孩子被杀害时 心都在流血 那种痛苦是非常可怕的 莫迪看都不看普丁一眼 直对镜头自说自话 而普丁此时却直抓后脑勺 很是不自在 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还真没有人敢说普帝的 也就是莫迪敢在老虎屁股上摸一把 可以说 本来莫迪老妖去莫斯科 是要为他减分的 由于他说的是人话 是掏心窝子的话 不是官话 不是空话 也不是套话 正是由于他这一番铿锵有力的话语 一下将他的人物形象高大起来了 朋友是朋友 但是道义是道义 不能混为一谈 作为朋友 更应该敢于当面的进正眼 一句真话 比整个城市的分量还重 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莫迪这些分量很重的话语 使得普帝恼羞成怒 第二天 印俄之间的领导会议坛全部取消了 莫迪也是提前打道回府 莫迪并没有空手而归 而是将印度在俄乌战场上的雇佣兵 全部要了回去 可以说 莫迪老妖不愧为老妖 既为那些被裸去的印度人脱离战争的苦海 做了力往狂澜的一般的拯救 又赢得了西方世界敬佩的目光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为正义发生实处不异 喜欢大雄视频老铁们 请随意的给个赞赏 你们的鼓励是我最大的动力